各位好啊 刚才我已经聊了国务院的副总理了 聊了一部分了 刚才聊天有人说了一个关于商人啊 这个我忽然想起来 圣经上有句话啊 说商人死后上天堂 比骆驼从真眼里穿过去还难 形容这些人唯利是图啊 威尼斯商人 这是题外话啊 接着咱们回到这个副总理啊 刚才我跟大家聊到这个陶柱 对 陶柱的女儿陶斯亮 中国市长协会的市长之家的头 然后我表姑的闺女在那上班 然后就是林彪913跑了 然后71年嘛 然后72年1月5号 陈毅逝世了啊 陈毅和毛泽东私交非常好 当年井冈山会师 然后这个朱毛红军 这个朱德 然后陈毅跟毛泽东 井冈山会师 而且呢 毛和陈这俩人都喜欢 吟师作父 他们俩也算是文友 师友 所以陈毅死的当天吧 据说追导会 本来毛泽东都没想出席 忽然间他可能觉得 哎呦 这老战友死这么多了 有的是被我整死的 有的是病死的 有的革命没成功 就死在路上了 哎呀 一想啊 一想二骂三惦记 打个喷嚏 其实这些 这些名人啊 将帅啊 国共两党的 包括党外的 少数民族的啊 这些名人的事 我几乎是信手拈来 全到脑子里 这个陈毅去世当天 本来这规格压的比较低 陈毅是副总理 兼外交部部长 结果毛泽东可能是 想见老战友了 心里不太得劲啊 老百姓叫 就不太得劲 哎 突然间通知这个 中办啊 汪东兴 张玉芬 被车 应该是去八宝山吧 因为这帮人烧 都烧在八宝山嘛 是吧 八宝山叫 奈曼尔德尼乌拉 然后好像穿着睡衣去的 我看到过一个老照片 黑白的 这毛泽东穿了一个浅色的大衣吧 也许是灰的啊 戴了一个黑纱 好像他握着张倩的手 张倩是在新四军的时候认识陈毅的 当年嫁给陈毅的时候才19岁 陈毅已经40出头了 生了好几个孩子啊 陈浩苏 陈丹淮 陈小鲁啊 好像仨儿子一姑娘吧 最少四个 啊 这陈毅就去世了 陈小鲁啊 后来的这个西九 联洞啊 红卫兵 打砸抢 这个 然后又72年 又死了一个副总理 3月26号 谢福智 谢福智是林彪 江青 跟这帮人走的比较近 谢福智还兼公安部部长 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他比较左 比较狠 比较极端 谢福智跟谁搭档呢 跟陈庚 过去叫陈谢兵团 陈庚是纵队司令 他是纵队政委 当年不是摆开一个品字形吗 三路 东 中 西 一块 就是往南 蒋介石不是山东和陕北吗 像两只拳头 同时进攻 然后这边呢是东中西三路 中间应该是刘邓大军吧 西边是陈谢兵团 东边是肃裕吧 一块往南打 等于你 你打我 我打你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你把双手伸出来打我 你的胸膛暴露给了我 然后就是75年1月9号 李富春 李富春就是蔡畅 蔡大姐的老公 也是周恩来的相当于把兄弟的关系 都是刘法刘苏 都是这拨人 都是喝过羊沫水的 这个老毛哈 确实没出过国 后来建国以后去过苏联两次 后来没出 基本上他算比较土豹了吧 老毛是打仗行 然后这个搞权力奏争行 搞经济 一塌糊涂 这个 然后后来给邓小平 本来是第二号走资派 刘邓 这个 然后73年 73年的 3月10号 中共中央做出 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 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这要在共产党系统里边 如果你没有组织生活了 那意味着你的政治生命也都完结了 你的政治生命完结了 你的权力 你的家庭 你的地位 你的金钱 一切一切 包括你的物理生命都够呛了 然后这是第三届国务院 第四届啊 75年117到78年35 总理还是周恩来啊 当然他后来去世了 这个是四届人大 75年1月17号四届人大 四届人大之前 围绕着四届人大的人士 周恩来 邓小平这一派 和江青 王洪文这一派 展开了激烈的冲突 那会儿毛泽东 应该是没住在北京 住在湖南的滴水洞 他老家的那个张平化 省委书记 给他修的那个别墅里 之前的周小周不听话 跟彭德怀走得近 给打成了彭黄张周吧 彭德怀黄克城 张文天周小周 也不会来事 赶紧给老爷子修个别墅 估计啥事没有了 后来呢 就76年1月8号 周恩来试事了 周恩来试事 后来决定 总理由华国锋 2月2号啊 中间拖了小一个月 有 关于华国锋 陈希莲任职的 2月2号发一个通知 华国锋是代总理 陈希莲应该是副总理吧 还是军委副主席啊 陈希莲 有一个绰号 叫陈三两 说他那会儿 东北很穷 他应该是在辽宁吧 沈阳军区 只是给老百姓 每个月是三两肉啊 还是三两油啊 所以老百姓 给他起了个外号 叫陈三两 还有一个现任的政治局常委啊 现在七个人里边的 原来在青海当过书记 这个他父亲是 杨虎城的一个老部下 叫赵寿山 这位政治局常委 在青海掌权期间 他也搞了一些建设啊 当然老百姓半调侃 半认真 给他说了一个顺口溜 什么顺口溜呢 按照他的名字来的 说是照亮了西宁 乐坏了鸡 就是说西宁发展了 但是也必然的产生一些色情啊 什么东西 还有天津的啊 过去有个叫张立昌的 还有个叫高德站的 一个书记 一个市长 天津老百姓私下传 说张立昌 是半锅汤 高德站是半碗饭 反正也是形容老百姓 你说吃饱了吧 也没吃饱 说呢生活条件很好 也没有这么一种状态 包括有个叫田凤山的 原来黑龙江省的省长吧 后来调到国土资源部 然后被在北京被拿下 关于他也有顺口溜 然后同年啊 七五年的四月 其实总理这时候已经不行了 周恩来 七五年的时候 应该已经做了手术了 这个病都快病入膏肓了 然后又中共中央 关于华国锋同志 其实大家就看出来了 华国锋已经呼之欲出了 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这不用说呀 第一顺位呀 因为那会儿毛也不行了 毛也卧床了 而且还要抢救过好几次 那么还兼国务院总理 那就党的大权 正的大权 就差军权了 都要给他 然后副总理 哎呦 这么多副总理啊 我看看有谁啊 第一副总理邓小平 第二副总理张春桥 然后李先念 陈希莲 季登奎 现在很多人不知道这名了 季登奎 还有谁呢 华国锋 陈永贵 陈永贵山西 西洋县大寨 劳动模范 那会儿全国有一个口号 叫工业学大庆 农业学大寨 全国人民学解放军 吴贵贤 应该也是个劳模吧 是个女性 王震 王胡子 三五九旅 于秋里 这个独碧将军 石油部的部长 我在这个总政治部的 黄寺大院 操场上 他阅兵 我见过他 坐一辆吉普车 过去那种老的五角星 红领章 绿军装 一个哥呗 检阅 然后 有古牧 古牧是老的副总理 山东微海那边的吧 焦东人 古牧的儿子姓刘 好几个儿子 都没姓他姓 不知道他老婆的姓 还是别什么姓 他有个儿子是公安部 边防局 还是集思局 边防局 驻深圳办事处主任 好多北京的高干 或者能跟高干圈子 说上话的人 到深圳 都得拜他的码头 他还真给你办事 要有点什么事 他还真捞你 孙健 孙健后来也下台了 也是跟四人帮吧 也是文革新贵吧 就是造反派 这种底层起来的 然后76年4月7号 你看邓小平 73年3月10号 刚给启用 然后到76年4月7号 过了三年多一点 关于中共中央撤销邓小平 党内外一切之务 你看 又全撤了 据说 毛泽东晚年啊 知道自己身体快不行了 要不久于人世 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 毛泽东要求邓小平 给文革定个性 好像是做一个讲话 让邓小平来讲 毛泽东不说过吗 我一辈子就干过两件事 第一 把蒋介石赶到一个小岛上去了 第二 发动文革 所以他很看重文革 视为他自己最重要的政治遗产 他也知道很多人反对 也整了很多人 死了很多人 经济也几乎崩溃 邓小平不干 邓小平不背这黑锅 他要甩锅 他说 我是桃花园中人 不知有憾 无论未尽 那意思就是说 这事跟我没关系 不是我发动的 我不替你背这锅 当然老毛不高兴了 那接着就弄你呗 你还下去呗 是吧 你给脸不要脸 是吧 给你脸你不兜着 北京话 你不接着 那邓小平也有他的坚持 对吧 他也有两把刷子 他确实 邓小平有铁外 是吧 毛泽东说邓小平 说邓小平是钢铁公司 说他外柔内钢 他看他看得很准 其实邓小平是毛派 在江西苏区的时候 都因为受毛的牵连 吃毛的刮烙 都进去过 都关押过 造成自己的老婆跟了李维汉 给撤了 所以后来的天安门四五事件 其实后来邓小平和这个 胡耀邦是他们忽悠起来的 当然党内很多高干子弟 高干都跟着他们一条心 四人帮确实是一小撮 没人缘 是吧 一定要想拉人 交朋友 有党羽 有团伙 一定要有一个最大公约数 是吧 宋江为什么能当梁山伯的老大呀 是吧 其实宋江的团伙 是几大团伙 有一个江州团伙 二龙山团伙 是吧 然后那个石阶孙团伙 原政府军投降军官团伙 原梁山 坐地户 土著团伙 有很多团伙 77年7月21 721 然后中共中央 721恢复邓小平 职务的决议 然后关于 王章江尧反党集团的决议 邓小平赢了 四人帮输了 然后又是第五届国务院了啊 就从七八 七八零三零五 到八三零六一零 这个 然后就分两个阶段啊 八二年改组了一次 改组前是华国锋 他是从七八年三月五号开始的 当总理 然后到八零年九月十号 华国锋辞职 这个从七八年 从七六年吧 粉碎四人帮以后 华国锋就掌权 到八零年 他是被迫的 华国锋是被迫的 辞职 辞去总理职务 开始为止 华国锋的时代 事实上已经是 闭幕了 大幕已经拉上了 他的最终的彻底下台 就是时间问题 给他面子 这个 华国锋原来姓苏 叫苏祝啊 山西交成人 后来决定 然后就赵紫阳接了 赵紫阳八零年接的 干了大概七年 又接的 接的那个谁的位置 胡耀邦的书记 副总理有邓 有李先念 徐向前 纪登奎 于秋里 陈锡莲 耿彪 陈永贵 有一个新名字啊 叫方毅 也是老革命 王震 古牧 康世恩 康世恩是管石油工作的 当过石油部长 陈沐华 可能是国民党副总统 陈诚的侄女啊 可能 后来又增加了 王任重 陈云 薄一波 姚依林 姚依林 周恩来的财政秘书 现在副主席 王岐山 还有原来 03年非典说 后来被免职的 北京市长 孟学农 他们哥俩的 老丈人 老丈干子 然后还有 姬鹏飞 赵紫阳 万里 杨靖仁 杨靖仁是代表 少数民族的 回族 他当过国家民委的主任 张爱平 张爱平代表军方 张爱平是国防科工委的主任 国防科工委最早是聂荣珍 后来是张爱平 后来八九十年代的主任 是谁呢 丁恒高 丁恒高南京人 是聂荣珍的女婿 副主任 国防科工委副主任 好几个 其中有一个聂立 聂荣珍的独生女 就是领导班的五六个六七个人 其中一把手和另外和其中一个副手 是两口子 可以晚上吃饭的时候 甚至睡在床上的时候 决定一些事 这个国防科工委就在我家附近 一到发射卫星 一些事的时候 这个岗哨就增加 就严格 科工委 原来也是我的客户 然后八零年 又纪登奎 陈希莲免了 基本上他们俩 凡是被免的 就是华国锋这一派的 凡事派 两个凡事 是吧 毛泽东肯定是犯了大错了 甚至他有罪 对吧 如果你们不承认 你们不承认 那你就得下台 那邓的这个改革派 或者叫老干部派 元老派 人家占上风了 那你就下台 因为共产党内部 搞这种路线斗争 搞了十几次不止 对吧 什么叫路线斗争啊 就是你对我错 实际是权力斗争 谁的路线对 听谁的 谁掌权 错的下台 然后80年的9月10号 邓小平 李先念 陈云 徐向前 王震 王仁仲 辞职 辞职了 可能是岁数大了吧 他们应该就在80左右了 辞职之后 他们搞了一个中雇委 然后陈永贵被解职 这就比较倒霉了 比较丢人了 陈永贵确实文化程度 不到比较的低 现在有说法 说日本人占领山西的时候 他曾经也当过所谓的伪军吧 伪职 还是情报员 当然很多是双面的啊 这个白皮红心 表面给日本人干事 维持会 私底下是八路军 或者也两面应付吧 你也不好说他是哪的人 据说他的材料周恩来掌握了 但是后来算了 既然毛主席喜欢他 是吧 算了 陈永贵呢 后来呢 给撤了 降了好几级 给弄到哪呢 这个朝阳区啊 往顺义 往首都机场走的路上 这个有一个叫东郊农场 当然中国的很多农场 有的跟外国不是搞友谊吗 搞友好 叫中阿 中国阿尔巴尼亚 什么中古 中朝 古巴朝鲜 有很多这种友谊农场 他反正那个地方叫东郊农场 东郊农场 他也不是实际掌权 每天去了拿个皮包 就是在那 比划着 就是叫顾问 顾问顾问 顾而不问 参谋参谋 不带掌 放屁也不想 他是这样子 陈永贵住哪呢 牧须地 牧须地啊 八九年 啪啪啪啪 那个楼上死好多人 因为他们开灯了 往下看 当兵都不知道你是谁 冲锋枪 啪的一扫 有一个最高检 副检察长的女婿 当场死在屋里 浑身是结 检察长有经验 他办案子办多了 别动 现场不动 反正人已经死了 是吧 那个叫部长楼 好多 就是部长级的吧 很多不是现任的 他们都住在牧须地 大概是22号楼 还是24号楼 我有点忘了 然后楼下那个富士殿 陈永贵有时候 快一个篮子 过去老年间啊 二三十年以前 不是中国人 那种篮子吗 南方是竹篮子 北方是那种柳条吧 是什么东西 编的 去富士殿 买酒喝 打酱油打醋 买点粉条粉丝 芝麻酱 那会还需要本 富士本 陈永贵 有几个儿子我不知道 我见过他一个儿子 说是他小儿子 在哪呢 在黄寺 还是总政大院 总政大院 本来是一个整院 我们小时候 老在那院里边 有什么果园啊 桃园啊 军人服务社呀 乱七八糟的 还有湖 小山 结果 亚运会 90年亚运会 咔嚓 给人这大院 一皮两瓣 就是在他西院的东墙 有一个酒家 有一个饭馆吧 不大 叫大寨村 他们跟我说 那个就是陈永贵的儿子 然后有一次 我见到他了 还开了一辆跑车 然后还跟我寒暄了两句 因为我在他那吃饭 等于是他的客人 这个后来那个饭馆没了 还是九几年的事了 他那小儿子长得挺漂亮 他是干嘛呢 倒腾煤炭 出口 你想想啊 他爸虽然倒了 但是他爸原来当过副总理 你想想山西省 有多少他爸的门生顾利 老部下 对吧 多多少少的都得给点老面子 让孩子挣两个亿 是吧 挣两亿 出口煤炭 他中间插一杠子 这种事多了 我知道空军的一个副司令 那个中国从俄罗斯进口飞机 他的女儿 然后就是82年改组了 国务院改组了 82年5月4号 这个增设国务委员了 82年5月4号 这我还头一次听说啊 国务委员是哪年 我还真不知道 那就总理 这就少了 82年以后 总理赵紫阳 副总理只有两个 一个万里 一个姚依林 万里是开明派 跟赵紫阳比较头脾气 当年紫阳 是四川省委书记 万里是安徽的 所以当时老百姓有个顺口溜 就是文革后期啊 叫要吃米找万里 要吃粮找紫阳 是吧 姚依林吧 比较保守 是吧 但是呢 他根正描红 周恩来的秘书 姚依林是个 算盘 就那种 是吧 会计师 商业部出身 然后是第六届 国务院 83年 6月18 到88年49 总理还是赵紫阳 后来决定代总理 因为87年 因为87年的 10月24 赵紫阳辞职了 赵紫阳为什么辞职 是因为 胡耀邦被迫辞去总书记 赵紫阳去接他的总书记 让谁干 让李鹏干 李硕勋的儿子 李硕勋搞军运的 就是在国军内部 策动人家造反 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没搞成功 抓着肯定杀呀 所以李硕勋 是共产党的烈士 但是国民党杀 周恩来的把兄弟的关系 然后 李鹏是烈士遗孤 是一直是周恩来抚养他 应该他管邓永超 应该叫妈妈 这么一个关系 其实我知道的啊 有在这个 安全部门工作的人 他父亲是总参议一个将军 这个人我认识 他们家就收养了好几个 烈士遗孤 就只有他一个是亲的 剩下那几个孩子都不是他们亲生的 就是 这种共产主义大家庭吧 他父亲人也比较好 可能将军嘛 然后工资也比较高 也能抚养 所以有些就是烈士的子女 他们家替抚养 这个在共产党内部应该不是一个非常少的例子 应该有不少这种例子 然后87年就李鹏带了 富的有万里 姚依林 有田几云 后来又加了一个乔石 第七届 8849到93328 李鹏 然后富的姚依林 田几云 加了一个吴学谦 吴学谦上海那边过来的 原来也是地下党 等于是红色间谍 侧动大学生 这个在国军的内 后方 反饥饿 反压迫 反内战 他搞学运的 后来搞外交 吴学谦呀 黄华呀 乔冠华呀 外交部这帮人 然后又有副总理了 邹家华 朱镕基 这时候朱镕基出来了 91年4月8号 朱镕基出生了 然后就是李鹏又干了一届啊 第八届 1993年328 到1998年317 副总理 朱镕基 邹家华 钱其琛 钱其琛也是上海来的 李兰青 李兰青 据听说还跟江泽民是儿女 亲家啊 但是公开资料没有 这个后来又加两个副总理 都是上海来的 吴邦国 吴邦国安徽人 但是上海来的 江春云 山东来的 这也是南北的地域的 官场的权力的山头的平衡啊 然后第九届 就改成朱镕基了 98317 到2003 316 这就是五年 朱镕基是总理 朱镕基的老婆叫劳安 劳安是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 现在叫中国咨询集团的 原来是我的客户 然后这个副总理有李兰青 钱其琛 吴邦国 最后一个温家宝 温家宝 然后第十届 朱镕基只干了一届 之前的总理很多干两届啊 当然华国锋也一届都没干完啊 然后温家宝是03316 就是非典那年啊 大家记住 非典那年 和这次的武汉 武汉是湖北省的两会 瞒着对吧 副总理有黄菊 黄菊短命啊 你听那名黄菊 这菊黄了 中国人一说什么事没成 说怎么样啊 你们俩谈恋爱 黄了 就是掰了 吹了 完蛋了 黄菊的墓在上海可非常大 比普通老百姓的墓可大多了 黄菊是07年6月2号死的 任内逝世的 这种的非常少啊 无疑是女的 无疑是湖北人吧 好像就武汉人 这老太太应该是一辈子没结婚 也是号称中国政坛铁娘子啊 当然撒切也是 无疑是从哪出来的干部呢 燕山石化 北京西南方向 房山区 燕山石化 超大型国企 原来还有个燕山区 很多人不知道 或者有的人读成燕山区 其实就占的房山的地儿 主要是以这石化 什么东链 东方工链油厂 什么这那的一堆 我也去那联系过业务 专门跑过那儿 成了一户 叫燕山 燕山石化的外贸公司 人不多 但是非常有钱 有的单位啊 给职工发一桶油都不舍得 有一些那种国企 那种那种企业 发一桶油 都恨不得十斤都不舍得 那单位有钱 给一个职工一人发一项 就那样 房山你像什么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这个像什么 有一个电力部的 电力设备总厂在梁乡 这都是我客户 刘丽和那边 什么周口店的安康医院 全是 曾培岩 曾培岩好像跟江泽民 是儿女亲家吧 也是江浙人 我看到会儿曾培岩的气势 特别的 尤其是温家宝当总理 他瞧不起温家宝 就那个嘴都撇到天上去了 回粮狱 回粮狱是吉林的 吉林榆树的 一个产粮大县的 回粮狱代表少数民族 他是回族 然后就是第十一届国务院了 温家宝干两届啊 温家宝之前是中办主任副主任 赵紫阳去广场慰慰学生 六次之前 就温家宝陪着去的 然后08年316到13年315 315啊 消费者权益保护日 还是温副总理李克强 第一副总理了 李克强 呼之欲出了 进入接班梯队了 然后回粮狱 张德江 王岐山啊 四个副总理 李克强的老婆 是北京首都经贸大学的一个教授 名字是俩字 有个红 姓程吧 好像叫程红吧 叫什么 这个回粮狱还主管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啊 老龄委里边有一个也是个负责人吧 老龄委全国老龄委啊不是为老年人服务的 这个老龄委是为老干部服务的 里边好像有个秘书长啊 就是周永康的一个侄子 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那儿了 张德江啊 也是辽宁人 辽宁安山台岸县的啊 回粮狱 吉林长春榆树的 这个李克强是安徽楚州定远县的啊 王岐山 王岐山说他是山东青岛的 他这岐山 陕西可有岐山县啊 岐山扫子面 是吧 说是山东人啊 然后就是第十二届了 第十二届 就到18年319 还是李克强 还是李克强 然后副总理还有张高丽 刘延东 汪洋 马凯 张高丽是福建人 福建人 刘延东 江苏人 刘延东的父亲刘锐龙 是老新次军 当过农业部副部长 原来在华东局也当一个高官 汪洋 汪洋 汪洋说是安徽人 但是我听我北京的一个邻居说啊 我那邻居姓汪啊 他说他们跟汪洋是沾点亲戚 说他们是顺义人 说汪洋是北京顺义牛栏山的 这我就不清楚了啊 马凯 马凯 马凯是一个幕僚型的啊 然后第十三届国务院了吧 第十三届 我看他就 嗯 第十三届 从18年319到现在啊 18年319到现在 还是李克强 是总理 然后第一副总理是韩正上海过来的 孙春兰 河北人 管这个卫生文教的 包括退伍军人的 孙春兰这次不就去了武汉了吗 后来那个去一个小区视察的时候 不楼上还喊假的假的 是吧 就是说那些物业都是应付检查 跟他做秀 老百姓都没吃没喝的 后来不是给那小区送了好多东西吗 孙春兰应该还是比较实干的吧 反正这个国务院也好 全国人大也好 党中央也好 他各个部门 他也要安排 比如说这个性别的 这个比例 起码应该有一个女干部啊 少数民族最好有一个 还要考虑到南北东西啊 地狱 胡春华啊 也是副总理 胡春华啊 是这样 本来据说啊 接班梯队是胡孙 胡春华和孙政才 将来胡春华是接的这个金上 这个孙政才接的是李中堂 结果现在泡汤了 给那个孙政才一抓 别老实了 这胡春华赶紧效忠 留你一条小命啊 赶紧给我老老实实的 然后刘鹤 刘鹤是金上的亲信啊 他虽然排名最后 你看跟美国去见川普啊 这谈大事都是刘鹤 我看刘鹤有时候那表情 真的也挺难的啊 说哭不哭 说笑不笑 挤出来的笑 赶上川普这么一个 是吧 也是川不吝 什么都不吝 魂不吝 人家说当领导人啊 得有屠夫手段 还得有菩萨心肠 先聊到这儿啊